弟子夜章深正,悔恨无息,请问法师若出家症,破重结,生下孩子? 底下有两个问题,是否一定要还俗,或者选择与妻子分开继续出家为好? 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决定的,因为学府在家出家没有妨碍,都能成就,破戒一定要忏悔,忏悔真正能产生效果, 你要想的,不是祈求佛菩萨原谅,而是自己真正能做到后不再造, 这叫真忏悔,才能受到忏悔的效果,如果在佛菩萨面前祈祷,祈祷完了明天再干,这就错了,那这就完全错了了,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。 那么你出家了之后,已经破戒,而且生下小孩, 你们两个人要好好商量一下,是用在家身份,是出家身份,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个小孩, 这小孩到你家里来,跟你有缘,你要好好照顾他。 他将来长大了,无论是在家出家,如果能够说学府, 红发立身份,也能灿除你们自己的罪业。 你看在《地藏经》上,看到婆罗门女,看到光墨女。 为自己的母亲造作了重罪,参除一场,这个都是很好的例子。 第二个,是弟子与妻子都感到非常的懊恼,请问如何真正忏悔,罪业不得我道。 这我前面都讲过了,你们要好好地去思维,真正依照佛菩萨教会去忏悔,会有效的。